将近500位镇商和在地相亲参加茶会 透过现场的介绍和时事影片观赏 来宾更了解新唐人秉持公正真实的报道 在中共收买海外媒体之际 新唐人持续不懈的揭露中共对国外渗透 对国内百姓残酷打压 我们可以知道新唐人对于打击假消息 甚至在不畏强权的 在把我们的人权 世界人权的部分呢 做最佳的最真实的报道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包含蓝绿以及多位新竹县市跨党派名义代表 都参与茶会 时代力量新竹县议员连玉婷律师表示 很多主流媒体和政商人士 因为利益而不敢揭露中共对于台湾的渗透 中共对台湾的影响力是有很多地方去做渗透的 那也是透过新唐人 我就是才会知道说 他们的势力在台湾会在哪些地方展现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支持这样子的勇气 我也觉得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觉得你们的立场很对 很务实 很踏实 很爱台湾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甚至可以为台湾声赞正义 喚醒台湾人的自觉 新唐人弘扬传统文化也不遗余力 茶会现场除了预告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 明年持续来台湾巡演 还安排柔美的中国古典舞精彩的演出 也邀请新唐人举办的声乐大赛 以及武术大赛的优胜者现场表演 很多都是一些知识分子都来参与 还有部分党派也来参加 我觉得说这个是将来很有发展的电视台 现在假新闻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真实的讯息 一般世人是看不到 那我们有这个责任 希望把真实的讯息让大家知道 十几年来 新唐人一直秉持为真相护航 今年在美国主流媒体 对大选舞弊沉默时 新唐人持续以中文和英文 为观众传递最新最深入的消息 透过新唐人的视野 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继续勇敢下去 让台湾可以看见真相 新唐人也在电视 设置成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